大家好,欢迎来到全联,我是穷哥 今天我们要分享一部末日灾难剧《长雨》 原本要去学校参加考试的女主被父亲急急忙忙的带走了 父亲神色慌张,他说要下雨了 下雨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恐怖呢? 父亲带着家人开车在马路上急迟 甚至路上险些发生了车祸 可父亲管不了那么多 因为天上那恐怖的乌云显然马上要下雨了 他拉着家人最后躲在了一个位于森林中的地堡内 并让妻子留下来照顾两个孩子 自己还会出去拯救世界 他和女主解释 雨水中有一种致命的病毒 一旦蜡蜡必死无疑 父亲让女主一定要照顾好弟弟 可弟弟还小并不懂这些 甚至不知道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女主从手机中看到的同伴被临后 一个个开始呕吐 最后面色发白,倒地尝死 显然父亲所说的都是真的 而此时地堡大门一直有敲击声 弟弟以为是父亲回来了 可妈妈表示父亲自己能进来 但孩童哪里懂那么多呢? 竟然坐实地打开了门 而门外竟然是一个陌生男子 他准备将弟弟拉到外面 妈妈为了救两个孩子 最终冲了出去,被临后也最终蝉死 这时候两人都知道外界非常危险 女主很难过 但事情已经发生了,她也没有办法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照顾好弟弟 不过女主意外发现其实地堡不止这个 可当女主想要联络其他地堡的时候 发现根本联系不上 好消息是女主她们找到了一个通讯设备 好不容易和外界取得了联系 可能那边却说现在外面的人都死了 她因为躲得起来才保住一命 不过她会帮女主尝试联系一下她的父亲 能否联系上对方也不知道 女主曾经想过穿着防护服出去找父亲 但妈妈的事让她对外界产生了恐惧 最终她选择在这里好好地照顾弟弟 努力生活等待父亲回来 一幻眼六年过去了 而弟弟已经长成了一个小伙子 她已经知道父亲不可能回来了 甚至他们的食物也快吃完了 弟弟让女主认清现实 所以女主深夜的时候 一个人偷偷来到外面 到处都是一片破坏的场景 她发现墙壁上写着聚集点 于是跟着指引一路来到了这里 最后看到了遍地的尸体 这哪里还有幸存者 所以回来后她和弟弟说 我们离开这里吧 晚上在两人休息的时候 因为通风管道堵塞 导致系统报警 两人差点憋死在这里 没有想到打开门后 却被一群陌生人举枪逼退到地堡内 这些人并不相信女主和弟弟六年来 一直躲在这里 虽然地堡内只有很少的食物 但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收获 这些陌生人的准则就是抢走食物 然后不管别人的死活 如果不是女主和其中一个女孩 用文字沟通知道他们想要的是食物 然后展示了其实还有不少类似的地堡 估计他们根本出不来 但现在平板被女主摔坏了 只有她知道其他的地堡在哪里 所以必须带上她和弟弟 这样女主才会告诉他们其他地堡的位置 虽然女主的话有点可疑 但在末世食物确实非常的稀缺 他们不得不相信女主 可才行进了半路 他们就遇到了火名为搜寻者的士兵 士兵甚至可以借用无人机搜寻乐园 然后抓到这里的幸存者 这些人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他们也不清楚 但此地显然不宜久留 然而他们又恰巧在森林中 遇到了一名不小心踩到谁的女人 旁边还有动物尸体 最后领头的马丁一枪过去 女主和弟弟都傻眼了 杀人什么时候都变得这么随性 可没有经历过绝望的两人 显然不懂马丁为什么要这样做 某次弟弟不小心踩到谁 如果不是因为穿着鞋子没有被弄撕 估计下一秒就要被马丁给抱头了 好消息是金龟方波子 他们终于找到了另外一个地堡 里面还有不少食物 在这里女主更是意外发现了父亲的手机 手机内有父亲和公司老板的视频 从他们的对话中 女主知道的父亲应该去了瑞典总部 父亲极有可能在那里研发药物 拯救世界 因为父亲当年离开前就是这样告诉女主的 所以女主和弟弟告别的马丁等人 选择独自上路 西门尼三人不放心姐弟俩 最终也更来了 有重回忆中 我们知道了马丁和西门尼的关系比较复杂 但他们五人是一路相伴 一直活到了现场 可惜女主等人还是低估了外界幸存者的可怕 他们为了食物 完全放弃了人性 这也导致了几人走上了 弟弟和西门尼在一起 而尹基兰和牙套妹在一起 女主则一个人在街道上游荡 最后意外发现了一个小男孩 此时天下起的雨 他们急忙躲得起来 女主还见到了男孩的父亲 女主分食物给他们的行为 让男人认了一下 因为这在末世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男人也知道女主是刚出来 让他小心一点 可两人才走出去 就被一群鸡肠碌碌的恶鬼给扑倒了 女主被吓坏了 急忙去找剩下的几人 如果不是因为马丁及时赶来 估计他们都要照样 一群有食物的香波波 怎么可能不招乱眼红呢 可惜弟弟被出伤了腹部 女主说附近还有个地堡 我们赶紧去那里 可这个地堡似乎被人给强行破开 里面着惊惊惊如眼 如果找不到医生和药物 弟弟很可能会死 马丁也在这期间 为女主展示了他们找到的地图 这东西好像是之前那些士兵的 从地图中 他们发现几人所处的位置 好像是在一个巨大的隔离区内 外围都是高强 马丁觉得强的另外一边 肯定是生机黯然的 所以这次马丁愿意陪女主去路一点 不过去之前 他们还需要去找一名医生 但没有车子显然也不行 所以女主故意引诱那些士兵抓捕自己 然后抢走了车子 不过这些士兵身上有蛇纹声 让眼镜男很恐惧 他让马丁马上干掉这些人 为什么他如此恐惧呢 原来当初灾难爆发后 他意外被家人给救了 可也是这些纹身的士兵来到这里准备抓人 他本来和小姑娘正在躲藏 也因为害怕小姑娘弄出声音意外无死的他 这让眼镜男怎么都无法原谅自己 这件事情他也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 不过现在女主行人要赶紧离开这里 因为还有其他区域的士兵正在往这边赶来 好消息是他们通过无人机的热成像找到了医生 医生也愿意救治弟弟 坏消息是马丁竟然没有干掉这些人 因为这段时间女主一直说不应该杀人的 好吧 主角的嘴炮神功啥时候变得这么厉害 但也因为马丁的一次心持手软 导致眼镜男被带走了 更为糟糕的是 医生这里也有个地方 在听问女主父亲的名字后 医生瞬间脸色都变了 原来因为女主父亲的营救 她的孩子和丈夫都死了 所以她想要干掉弟弟 还好同伴及时赶来 直接将医生给抱头了 可眼镜男现在生死不治 烂牙套妹很难过 但现在他们只能继续前行 走着走着 他们就发现了一栋房子 那边灯火通明 马丁觉得有些毛骨爽了 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场景了 而房子里的人穿着统一 他们从上放弃过去 而这里不允许带武器进去 这里可以为女主等人提供休息的地方 以及食物甚至连干净的水都有 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 可这么完美的地方 防了马丁害怕了 这段时间 牙套妹和一个老夫人成为了朋友 她也将自己的故事说得出来 承接了她 如果不是因为叛逆 也不会沦落到 悲群同学玩弄的下场 甚至还拍下了视频 妈妈知道后非常难过 可也因为这样 防了让她逃过了一劫 看着那群欺负自己的同学们 死在了雨中 她的内心无比复杂 而另一边女主也发现 这里的一生似乎也是阿波罗公事的 而且马丁还发现 厨房里面的食材有些不对劲 最后在冰箱内发现了一具 被砍掉视觉的尸体 不知前的女主等人正在吃饭 而在吃饭的期间 女主才知道 这段饭过后 需要找出下一个愿意奉献身体 回报其他人的人 他们终于知道 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室外桃源 简直就是地狱 在抽签结果未公开前 他们不允许离开 可最后却抽中了牙套妹 老妇人代替了她被选中 牙套妹有些无法接受 但他们必须离开这里 至于那名医生也被赶了出来 他在临死前对女主说 你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吗 我们原以为能够用它拯救所有人 没有想到却将他们都害死了 说完后 医生直接将药物注射到体内 然后报彼而完 真相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而这段时间 弟弟和西蒙尼走得很近 在那马丁有些不舒服 但女主也跟马丁走得很近 所以多了两个人 这是要重新分配伴侣吗 在女主和马丁上了去另外一个地堡 拿食物的期间 弟弟和西蒙尼玩得很慌 可在这个地堡内 女主看到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的一个男人 被绑在了台纸上进行药物注射 没多久男子就死了 而旁边还有个女孩 最后也被注射了药物 女主难以相信父亲所说的 拯救世界竟然会是这样 他甚至可以冷血地烂逼人 男孩子继续做实验 这还是自己认识的父亲吗 此时女主的心情非常的糟糕 走出地堡后看到下雨 心情就更糟糕了 现在的他们只能在这里等待雨停 尔帽子男是一个存在感很低的人 但除了他不学无数 最后被家人给赶了出来 没有想到在车内反而逃过了一截 当他看到外界都是尸体后 脸色巨变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他也误会了女主 以为女主对自己有意思 甚至不小心将女主推到了雨里 这事情可就大了 原以为女主要感染病毒 没有想到女主竟然没事 难道雨水中已经没有病毒了吗 好像真的是如此 牙汤妹也冲入到雨里 最后两人都没事 甚至西蒙尼也不小心被雨给淋到了 正常来说她应该是没事的 可最后西蒙尼竟然死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不过西蒙尼死前 曾经和弟弟滚过传单 当然 因为帽子男的行为 马丁将他给赶走了 悲屈的帽子男 最后被那些士兵给抓住了 然后言行逼供 最后帽子男 只能说出了女主等人的下落 此时弟弟带着西蒙尼的尸体 也来到了地堡 他很痛苦无法接受这一切 甚至还跑了出去 希望那些士兵杀掉自己 而这些士兵在得知 弟弟被雨淋后竟然没有事 意识到这可能就是 他们要搜寻的幸存者了 那么这些士兵到底来自哪里呢 原来他们来自隔离区外 被阿波罗公司选中 甚至服下了一种特殊疆难 一旦他们没有完成任务 偷偷跑回来 就会直接炸开 不过女主等人也不会就这样 束手就擒 双方正面干了一波 但最后双方还是达成了共识 因为弟弟连注射毒药都不会死 显然是可以免疫病毒的 带回去能够拯救所有人 女主最终被说动了 在离开前 其最名士兵亲吻了一下弟弟 没有想到最后竟然直接挂了 这是什么鬼 在总部姐弟俩终于见到了父亲 父亲表现得很克制 甚至眼睛难也并没有死 也被带到了这里 这让牙套妹很开心 不过众人在外面生活了这么久 还需要补充点营养液 众人没有多想都喝了 可父亲私下偷偷找到了女主 表示有很多的事情 我无法给你解释的太清楚 你弟弟现在的情况不算很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弟弟虽然可以免疫病毒 但他也是一个毒王 所以之前西蒙尼和那名士兵都死了 但连父亲之所以不去找他们 甚至隐瞒他们还活着的事情 就是害怕弟弟被带走 因为一直到现在 只有弟弟可以免疫病毒 可现在弟弟的情况如此糟糕 完全是一个超级毒王 父亲甚至准备干掉弟弟 却被女主给制止了 而这个总部也不在安全 一些人准备逃离这里 没有想到却被之前的士兵给拦了下来 他说你们之前服用的营养业里面 可是有东西的 现在你们无法离开这里 不然机会直接炸开 只有女主和弟弟没有喝 所以其他人根本走不了 但女主不会就这样放弃同伴 带着一些人往回走 而病毒的真相是什么呢 既然是公司的高层 借用云传播的技术 想让哪里有病毒 哪里就有 因为外界并不知道这种病毒 是他们传播出去的 这样他们就能控制世界了 现在只要找到女主的弟弟就行了 而故事的走向会如何呢 后续我们会更新调记第三季的故事 整体来说剧情还行吧 但女主的弟弟确实让人喜欢不起来 但也可以理解 一个被困在地下6年的孩子 心智终究还未成熟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